利用高科技进行地产管理的公司TripleLink 此次参加2024东森美洲地产博览会的目的 不仅仅是为了寻找合作伙伴 他们更希望让大众了解到如何运用科技来优化地产管理 TripleLink是2016年成立的 是属于房地产全产业链条的一家公司 从建筑设计到工程施工 到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和后续的物业管理 那么我们的和其他公司的我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TripleLink有60多人的安吉尼尔的团队 也就是我们的物业管理是用自己的整个开发管理系统 我们这个开发系统是我们自己搭建的 我们现在公司的更大的核心业务是打造一个 适合于学生公寓和公寓管理的一个软件管理系统 对 这块我们大概每年都会投入1000多万的资金 做软件的开发 但是这个软件我们现在不是 作为一个SaaS软件提供给外面使用的 是我们自己使用的 只有加入到我们或者我们 纳入我们管理体系的公司 我们才用我们的管理系统 TripleLink的起家故事可以追溯到学生宿舍领域 创办人之一曾在南加州大学留学期间 经历国际学生在美寻求住所的种种不便 因此他决心创立一间学生住屋业务 不过自公司创立以来 TripleLink以卓越的管理方式 逐渐发展成为目前涵盖全方位地产管理的科技公司 我们自己在开发任何一个区域 任何一个项目的时候 都会对我们的产品做深入的研究 也就是对我们的客户群体做深入的研究 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义我们的产品 而且产品上市之后 我们会及时地捕捉客户的反馈 不断地去update迭代更新 所以说TripleLink自己设计 自己施工的产品 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代 所以说我觉得 在整个房电产开发的竞争过程中 我们是靠产品来领先 我们的业务范围 是从学校旁边开始的 也就是从student housing开始的 应该我们是UIC旁边 最大的一个学生工艺开发商 我们在那里大概有50多块地 50多个项目 管理了大概3000多个unit 那么我们现在发展到现在 我们的客户已经从student 到young professional 也就是说我们的管理的城市 已经分布美国20个城市 包括洛杉矶这里 包括西雅图 包括东部的很多城市 费城 匹斯堡 芝加哥都有 此次博览会 TripleLink的创办人还受邀成为演讲者 展示如何透过科技创新 让地产管理更高效 更加人性化 在未来 TripleLink将持续拓展业务 带来更多优质服务 东城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导